舔鸭洗脑,雅虎拍卖饭受终 第一章,通泽 第一条,人民团体之组织与活动,依本法之规定,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者,适用其规定 第二条,删除 第三条,本法所称主管机关 在中央及省为内政部,在直辖市为直辖市政府,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但其目的是叶应受个该事业主管机关之指导,监督 第四条,人民团体分为左列三种 一,职业团体 二,社会团体 三,政治团体 第五条,人民团体之组织区域以行政区域为原则,并得分级组织 前向分级组织之设立,应依本法规定向当地主管机关办理 第六条,人民团体 第二条,设立 第八条,人民团体之组织,应由发起人检据申请书,章程草案及发起人名册,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前向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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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应有三十人以上,且无下列情势违宪 一,因犯罪经判处有期徒刑以上之行确定,尚未执行或执行未必者 但受缓刑宣告者,不在此线 二,受保安处分或敢训处分之裁判确定,尚未执行或执行未必者 三,受破产之宣告,尚未复权者 四,受监护宣告,尚未撤销者 第一项申请书格式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九条,人民团体惊许可设立后,应召开发起人会议,推选筹备委员,组织筹备会,筹备完成后,召开成立大会 筹备会会一级成立大会,军英通知主管机关,主管机关得派员列席 第十条,人民团体应于成立大会后三十日内检据章程,会员名册,选任职员简历策,报请主管机关核准立案,并发给立案证书及图记 第十一条,人民团体经主管机关核准立案后,得依法向该管地方法院办理法人登记,并于完成法人登记后三十日内,将登记证书引本送主管机关被查 第十二条,人民团体张成英在明左列事项 一,名称 二,宗旨 三,组织区域 四,绘制 五,任务 六,组织 七,会员入会,出会与除名 八,会员知权利与义务 九,会员代表及理事,监视知名额,职权,任其即选任与解任 十,会议 十一,经费及会计 十二,章程修改之程序 十三,其他依法令规定应在明知实项 第三章,会员 第十三条,人民团体制会员代表 细致由会员单位推派或下集团体选派或依第二十八条规定分区选出之代表,其权力之行使与会员同 第十四条,人民团体会员,会员代表,有违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会员,会员代表,大会决议而致危害团体情结重大者,德经会员,会员代表,大会决议予以除名 第十五条,人民团体会员,会员代表,有表决权,会员代表,大会决议除名者 第十六条,人民团体会员,会员代表,有表决权,选举权,被选举权与罢免权 美一会员,会员代表,唯一权 第四章,职员 第十七条,人民团体军英治理事,监事,就会员,会员代表,终选举之,齐名额依佐列之规定 一,县,市,以下人民团体治理事不得于十五人 二,省,市,人民团体治理事不得于二十五人 三,中央直辖人民团体治理事不得于三十五人 四,各级人民团体治监事名额不得超过该团体理事名额三分之一 五,各级人民团体军德治后不理监事,其名额不得超过该团体理监事名额三分之一 前项各款理事,监事名额在三人以上者,得分别互选常务理事及常务监事,其名额不得超过理事或监事总额之三分之一 并有理事就常务理事中选举一人为理事长,其不设常务理事者,就理事中互选之 常务监事在三人以上时,应互推一人为监事会召集人 第十八条,人民团体理事会,监事会应一会员,会员代表,大会之决议及章程之规定,分别执行职务 第十九条,上级人民团体理事,监事之当选,不限于下级人民团体选派出席之代表 第十九条,下级人民团体选派出席上级人民团体之代表,不限于该团体之理事,监事 第十条,人民团体理事,监事之任期不得超过四年,处法律另有规定或章程另有限之外,连选得连任 理事长之连任,以一次为限 第十一条,人民团体理事,监事均为无给职 第十二条,人民团体理事,监事执行职务,如有违反法令,章程或会员,会员代表,大会决疫情施者,除以有关法令及章程处理外,得经会员,会员代表,大会通过罢免之 第十三条,人民团体理事,监事有座列情势之一者,应急解任,其缺额由后补理事,后补监事分别依次递补 一,丧失会员,会员代表,资格者 二,因故辞职经理事会或监事会决议通过者 三,被罢免或撤免者 四,受庭全处分其监狱任其两分之一者 第二十四条,人民团体依其章程聘雇工作人员,办理会务,业务 第五章,会议 第二十五条,人民团体会员,会员代表,大会,分定其会议与临时会议二种,由理事长召集之 定期会议每年召开一次,临时会议与理事会认为必要,或经会员,会员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请求,或监事会含请召集时召开之 第二十六条,人民团体会员,会员代表,大会之召集,应于十五日前通知各会员,会员代表 但因紧急事顾照及临时会议,经于开会前一日送达通知者,不在此线 前向会议应报请主管机关派员列席 第二十七条,人民团体会员,会员代表,大会之决议,应有会员,会员代表,过半数之出席,出席人数过半数或较多数之同意行之 但左列事顾照及时会议,但左列事项之决一应有出席人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张成之定定与变根 二,会员,会员代表,知除名 三,立事,监事之罢免 四,财产之处分 五,团体之解散 六,其他与会员权利义务有关之重大事项 第二十八条,人民团体会员,会员代表,人数超过三百人以上者,得化分地区,一会员,会员代表,人数比例选出代表,再合开代表大会,行使会员大会之权 前向地区之划分及应选代表名额之分配,应报请主管机关合备 第二十九条,人民团体理事会,监事会,每三个月至少举行会议一次,并得通知后补理事,后补监事列席 前向会议之决议,各议理事,监事过半数之出席,出席人数过半数或较多数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条,人民团体理事长或监事会召集人,无证当理由不召开理事会或监事会超过二个会赐者,应由主管机关解除理事长或监事会召集人职务,另行改选或改推 第三十一条,人民团体理事,监事应亲自出席理事,监事会议,不得委托他人代理,连续二次无故缺席者,视同辞职,由后补理事,后补监事依次递捕 第三十二条,人民团体会员,会员代表,大会或理事会不能依法召开时,得由主管机关指定理事一人召集之,监事会不能依法召开时,得由主管机关指定监事一人召集之 第六章,经费 第三十三条,人民团体经费来源如左 一,入会费 二,常年会费 三,事业费 四,会员捐款 五,委托收益 六,基金及其资息 七,其他收入 前项第一款至第四款经费支缴纳数额及方式,应提经会员,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并报请主管机关合备后行之 第三十四条,人民团体应每年编造预算,决算报告,提经会员,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并报主管机关合备 但决算报告应先送监事会审核,并将审核结果一并提报会员,会员代表,大会 第七章,职业团体 第三十五条,职业团体系以协调同业关系,增进共同利益,促进社会经济建设为目的,由同一行业之单位,团体或同一职业之从业人员组成之团体 第三十六条,删除 第三十七条,职业团体以其组织区域内从事各该行职业者为会员 职业团体不得拒绝具有会员资格者入会 第三十八条,职业团体会员,会员代表,不能亲自出席会员,会员代表,大会时,得以书面委托其他会员,会员代表,代理 但委托出席人数,不得超过该次会议亲自出席人数之三分之一 每一会员,会员代表,以代理一人为限 第八章,社会团体 第三十九条,社会团体系以推展文化,学术,医疗,卫生,宗教,慈善,体育,联谊,社会服务或其他以公益为目的,由个人或团体组成之团体 第四十条,删除 第四十一条,社会团体选任职员之职称及选任于解任事项,得于其章程令定之 但需经主管机关之何准 第四十二条,社会团体会员,会员代表,不能亲自出席会员,会员代表,大会时,得以书面委托其他会员,会员代表,代理,每一会员,会员代表,以代理一人为限 第四十三条,社会团体理事会,监事会,每六个月至少举行会议一次 第九章,政治团体 第四十四条,政治团体系以共同民主政治理念,协助形成国民政治意志,促进国民政治参与为目的,由中华民国国民组成之团体 第四十五条,符合左列规定之一者为政党 一,全国性政治团体以推荐候选人参加公职人原选举为目的,依本法规定设立政党,并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案者 二,以立案之全国性政治团体,以推荐候选人参加公职人原选举为目的者 第四十六条,依前条第一款规定设立政党者,应于成立大会后三十日内,检据章程及负责人名册,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案,并发给证书及图计 前条第二款制政党,应于选举公告发布之日前,检据章程及负责人名册,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备案 第四十六之一条,依前条规定备案之政党,符合下列各款规定者,得经中央主管机关核准后,依法向法院办理法人登记 一,政党备案后已逾一年 二,所属中央,直辖市,县,市,民选公职人原合计五人以上 三,拥有新台币一千万元以上之财产 前项政党法人之登记及其他事项,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准用民法关于公益社团之规定 第四十七条,政党以全国行政区域为其组织区域,不得成立区域性政党 但得涉分支机构 第四十八条,依第四十六条规定设立执政党,得依法推荐候选人参加公职人员选举 第四十九条,政治团体应依据民主原则组织与运作,其选任职员之职称,名额,任期,选任,解任,会议及经费等事项,于其章程中另定之 第五十条,政党依法令有平等使用公共场地及公营大众传播媒体之权利 第五十之一条,政党不得在大学,法院或军队设置党团组织 第五十一条,政治团体不得收受外国团体,法人,个人或主要成员为外国人之团体,法人之捐助 第五十二条,内政不设政党审议委员会审议政党处分事件 政党审议委员会由社会公正人士组成,其具有同一党集者,不得超过委员总额两分之一,其组织由内政不定之 第五十四条,人民团体经核准立案后,其章程,选任职员简历策或负责人民策如有异动,应于三十日内报请主管机关合备 第五十五条,人民团体经许可设立后于六个月未成立者,废止其许可 但报经主管机关核准者,得延长之,其其兼以三个月为限 第五十六条,人民团体因组织区域之调整或其他原因有合并或分立之必要者,得申请主管机关核定合并或分立 行政组织区域变更时,人民团体名称变更者,应将会议计入函请主管机关被查 人民团体名称变更者,不得与登记有案之人民团体相同 依前项规定议决之人民团体,其借四支起算,应经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议决 第五十七条,人民团体成绩优良者,主管机关得于奖励,其奖励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五十八条,人民团体有违反法令,章承或妨害公益情施者,主管机关得于警告,撤销其决议,停止其业务之一部或全部,并限其令其改善,借其未改善或情结重大者,得为阻裂之处分 一、撤免其职员 二、限期整理 三、废止许可 四、解善 前项警告,撤销决议及停止业务处分,目的是业主管机关易得为之 但为撤销决议或停止业务处分时 应会伤主管机关后为之 对于政党之处分,已警告,限其整理及解善违宪 政党之解善,由主管机关检同乡官室正移送司法院大法官组成宪法法庭审理之 前项移送,应经政党审议委员会出席委员三分之二已上任有违宪情事,使得为之 第五十九条,人民团体有座列情事之一者,应与解善 一、经主管机关废止许可者 二、破产者 三、合并或分立者 四、限期整理未如其完成者 五、会员,会员代表,大会决议解善者 前项第四款于政党之解善不适用之 第六十条,未经依法申请许可或备案而成立人民团体,经主管机关通知限其解善而借其不解善者,处心台币六万元以下罚还 人民团体经主管机关废止许可或解善并通知限其解善而借其不解善者,一同 第六十一条,未经依法申请许可或备案而成立人民团体,经该管主管机关通知限其解善而借其不解善,仍以该团体名义从事活动 经该管主管机关制止而不遵从,守谋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人民团体经主管机关废止许可或解善并通知限其解善而借其不解善,仍以该团体名义从事活动,经该管主管机关制止而不遵从,守谋者,一同 第六十二条,违反第五十一条规定收受捐助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台币六万元以下罚金 犯前向之罪者,所收受之捐助莫收之 如全部或一部不能莫收时,追真其嫁恶 第六十三条,依本法所处罚还,经通之后与其不缴纳者,移送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一章,负责 第六十四条,删除 第六十五条,删除 第六十六条,人民团体选任职员之选举罢免,工作人员之管理与财务之处理,其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六十七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本法中华民国九十八年五月十二日修正之条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第六十七条,本法自公布日施行